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5年11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753亿美元,环比增长3.5%,同比增长29.8%,创下历史新高。 SIA表示,所有主要产品类别需求均成长,推升2025年11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达753亿美元。 亚太地区表现最佳,2025年11月,销售额环比增长5%,同比增长66.1%,增幅皆具全球之冠。 从各区域的表现来看,2025年11月,中国销售额环比增长3.9%,同比增长22.9%, 每周地区销售额环比增长3%,同比增长23%,欧洲销售额环比增长1.2%,同比增长11.1%,日本销售额环比下滑0.1%,同比下滑8.9%。 SIA预期,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渴望持续大幅成长,全年销售额将逼近一兆美元大关。 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预估,2026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有机会达9,75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 在此背景之下,华尔街多家机构竞相上调台积电股票目标价,凸显这家晶片代工巨头的股价在创纪录飙升后,市场看多情绪仍在延续。 包括高盛、麦格里在内的至少6家机构,自年初以来已上调了台积电的目标价。 摩根大通在日前发出的报告中,将目标价上调24%至2100元台币。 理由是预计营收强劲增长,且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在人工智慧热潮的推动下,台积电股价在过去三年大涨于两倍,今年以来又上涨8%。 由于台积电在台股指数中的权重接近45%,其强劲表现也带动该指数连创新高。 机构预计,2026年将成为台积电又一个强劲增长之年。 摩根大通分析师Goko Hariharan在报告中写道, 驱动因素包括该公司先进制程需求扩大以及价格上调, 并且毛利率也应有上行空间。 台积电股价今年开年连续四天上涨, 推动其市值达到1.4兆美元的历史新高。 台积电第四季度业绩根据分析师的预估, 营收料同比增长18%, 营业利润率将超过50%, 创下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由此,台积电1月上旬公布了, 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0.45%, 超出市场预期, 原因是人工智慧应用领域的蓬勃发展, 带动了对该公司产品的需求激增。 机构根据该公司每月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10月至12月期间的收入为1兆0.460.8亿元新台币, 折合330.4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8684.6亿元新台币。 最新业绩轻松超过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给予20位分析师的预测值, 依照0359.13亿元新台币, 折合327.2亿美元, 与台积电在10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给出的322亿至334亿美元的业绩指引基本一致。 台积电定于1月中旬公布第四季度完整收益报告, 其中包括对当前季度和全年的最新展望。 该公司一直是人工智慧进步的主要受益者, 其客户包括辉达以及苹果公司, 人工智慧的进步已经完全抵消了大流行导致的消费电子产品, 如平板电脑晶片需求的下降。 鸿海也公布了强劲的销售业绩, 第四季度销售额达到2.60兆元新台币, 折合822亿美元。 另外,根据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公布了2025年12月营收报告, 当月营收金额约为新台币3350, 03亿元环比下滑2.5%同比增长20.4%创下单月同期新高。 累计,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新台币3兆8090.54亿元, 约合1204亿美元, 同比增长31.6%再创历史新高记录。 在三季度法说会上, 台积电预计2025年四季度营收金额将介于322亿至334亿美元。 若以汇率中间点假设一美元对新台币30.6元计算, 环比下滑1%,同比增长22%。 毛利率介于59%至61%。 以终点计算,预期毛利率为60%较第三季增加50个基点。 这主要由更有力的外汇汇率推动, 但仍部分被海外晶圆厂的持续稀释所抵消。 对于第四季的获营收与获利状况, 预计2026年1月中旬召开的2025年第四季法说会将会揭晓。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人工智慧AI热潮的推动下, 台积电在AI晶片市场中维持着高达95%的高市战率, 这也将公司的营收推向新的高度。 根据市场消息指出,台积电2奈米的营收, 有望在2026年第三季超越3奈米与5奈米营收的总和。 这不仅反映了技术转换速度的加快, 更说明了2奈米将成为台积电历史上最具经济效益与影响力的制程节点。 为了持续发展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 市场也传出台积电将持续将台湾部分成熟制程设备转至世界先进新加坡12多厂, 进一步为发展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产能以及特殊制程提升预留空间的消息。 而由于市场需求热络, 美西外资摩根大通出具最新报告指出, 2026年将是台积电另一个强境年, 以美元计营收将同比增长30%, 因此目标价喊上新台币2100元, 平等优于大盘。 而除了摩根大通之外, 高盛也指出, AI将成为台积电多年期的成长引擎, 平等买进并上调台积电目标价, 从新台币1720元上调至2330元。 另一机构, Alicea也认为, 2027年将成为台积电史上产能扩张最积极的一年, 年增率预计达到40%至50%, 并预期其先进制程产能将在2028年前达成翻倍成长, 并将台积电的目标价从新台币2100元大幅上修至2400元, 重申买进投资平等。 最后,近日有报道称, 台积电2奈米制程N2先进制程工艺量产初期的产能, 约为每月3.5万片晶圆, 到今年底又往生至14万片, 每月高于此前市场预估的10万片, 每月。 台积电目前的2奈米产能来自新竹Fab 20Face1和高雄Fab 22Face1, 这两座超级晶圆厂的第二阶段Face2, 均预计于今年内投产, 同样为2奈米产线。 业界分析指出, N2预计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为台积电贡献营收, 由于需求旺盛,定价高昂, 2奈米有望超越此前的5奈米和3奈米成为最旺的一代制程。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坎坎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坎坎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